中國其實這個戰略野心 非常非常的明確 大家不要再裝容作啞了 中共外長王毅 26日出訪太平洋 被揭露將推動十個島國安全協議 學者郭俞仁警告 中共訓練遠程作戰投射能力 一帶一路拉出一條往南太平洋 图謀突破島鏈 自由陣營必須積極應對 解放軍要控制 要成功的突破一島鏈 他必須要掌握南海 這就是為什麼中共從2015年開始 吹沙填島 然後開始去把這些島礁軍事化 那中共要成功的突破二島鏈 他就必須要控制南太平洋的島國 所以這是他整體的戰略構想 拜登亞洲行焦點之一 鞏固美韓每日同盟 國瑜人認為 美韓日走向三幫同盟不容易 但美國會採取任務導向演訓 拉攏日本韓國合作 韓國建軍模式偏內向型 偏重陸軍遏制北韓威脅 但未來可能在區域承擔更多責任 深化與美國更多盟友夥伴合作 包括台灣 韓國國防政策有可能走向 變成外向 尹錫悦態度這麼積極 要跟美國靠攏 然後再加上美國是非常有意的 要把他這些盟國 把他串連在一起 我覺得可能性還不低 韓國的軍艦可能會到南海 甚至於這個在菲律賓海 可能會跟美國還有日本連演 或是美國其他的盟國 包含澳洲 包含英國一起連演 我們要看的就是將來 他們到底會不會實體化 會不會同胞化 會不會軍事化 跟會不會擴大化 當然這些也是中共擔心的部分 學者明居正認為 韓國越南有機會先以觀察員角色 參與Code四方安全對話運作 國瑜人表示 台灣和日本的安全合作 已經有非常綿密 多層次的溝通管道 取得不少共識 台灣與韓國的安全合作潛力的領域 例如海巡海市安全情資分享 中共政局情資交換 他們認為兩韓關係跟兩韓關係 其實是有連動性的 中國一直把北韓當成是一個棋子在玩 所以才討論到說 台韓之間的確是應該在 往更高層 在安全議題上面 有更多的對話 或情報交換的管道 新唐亞太電視黃亮景張東旭 台灣台北報導 對北韓議題的重要性 所以有沒有